首先我们可以从你的专案来建立一个新的设计 设计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分享的方式来跟您的班级做分享 你可以选择检视或者是编辑 您也可以直接进到班级直接在这边建立新的设计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发布为作业 那我们现在呢就将它发布到Canva里面 您可以在这边加上一些作业的说明 在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可以指定给单一的学生或是群组 如果不指定就可以直接发布给整个班级 这样就完成作业的发布 同学呢可以从班级的页面看到老师刚才所分享的作业 接着就可以从这个作业呢我们来建立新的设计 首先先把这个设计做一个新的命名 接下来就可以跟一般的档案一样 你可以在里面编辑所有的元素图片文字都没有问题 同学作业完成之后可以透过上面传送给教师 在这边选择要传送给哪一个老师 还有加上相关的说明 老师会收到一封同学作业缴交的通知信件 而且呢里面也会有他的封面缩图 进入班级的课堂作业 你就可以看到同学缴交的作业名称 缴交的同学名称 以及他目前的状态 打开之后 也会看到同学的留言讯息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入审查的过程 当然老师也可以在作业上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修改与调整 同学一样都可以直接看到 看过同学的作业内容后 我们按下审查 在这里可以留下给同学的建议 然后按下提供意见回馈 发还给同学 请他再做后续的修正 同学进入课堂作业之后 会看到他的作业是属于需要改变的 进入之后 就可以看到老师的意见回馈 可以重新编辑 作业内容重新修改之后 就可以再按下传送给老师 如果老师与同学都在线上的话 其实我们的作业内容 也可以进行同步的线上编辑 在同一个页面上 点到任一个物件 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谁在编辑 编辑结果可以马上显示出来 老师如果对同学重新缴交后的作业内容 觉得已经OK没问题的话 可以按下审查里面的返回 那这一份作业就正式缴交完毕 同学的作业状态上也会显示已审核 打开档案内容的时候 也不会再出现传送给教师的按钮 在老师这一端的作业上也会看到已审核的讯息 而且只剩下检视的功能